2020台灣挑戰 2020台灣挑戰 號稱全台最大場民進黨台南造勢活動 號召10萬人集結停小英 才因為賴清德合體鞏固深綠大票倉 總統合 我們台南是我們全台灣 台灣意識最強的地方 比專業還是比性質 蔡英文的團隊一定超過633團隊 很快很快 小英賣力推銷自己 班政機討好選民 台南鐵票區可不能生鏽 選舉可以暫停 我們的國家安全不能暫停 大家說是不是 不過在蔡英文抵達台南前一天 對手韓國瑜1月4號 搶先在台南和洪秀祝合體 主辦單位一樣喊出10萬人相挺 只是蔡總統來了 鄉親們卻不太給面子 台上小英還在講話 台下部分鄉親已經要回家 下架假消息 下架假布條 蔡英文到雲林輔選黨籍立委蘇智芬 藍軍張家俊開戰車來踢館 蘇智芬助理也不甘示弱 張家俊更在小英所到之處掛上布條 諷刺寫著 再給我4年一中是唯一選項 痛批綠營打壞兩岸關係 1月5號超級星期天 蔡英文從南投起跑在南下雲林輔選 台南造勢 晚上北返桃園及新北拼人氣 一日衝十場 對手韓國瑜負桃園大西葉林 並安排回新北中和老家掃街 舉行板橋造勢最後到台北參拜 新城集中北台灣拼團結 蔡涵兩人把握黃金舟 全力拉抬氣勢 記者郭鑫 蔡英文雲林台南報導